看见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种实用的绳结技巧 第一种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断绳对接快速打结的亨特结 对接的方法极其简单 两个绳头各自搭接对方 然后拉伸一段距离不用太长 这样我们在进行第二步的时候就向外侧直接翻转半圈 半圈形成绿绳和黄绳头互换位置从上方双圈中窜出 绿绳从前方则窜入后方 双向拉伸收个半截 再次一整理直接成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理完成的节点 这样的对接方法可以说达到一个宁舌不开的状态 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全 特别的牢靠 结实又实用 大家来看一下第二种绳子在施工作业时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有些时候过长不知道如何缩短结实牢固 那今天教大家的就是一个长绳缩短结 又叫三环缩绳结 结法极其简单 中间是缩绳的长度 然后我们拉动两侧进行锁紧处理 中间长度定完 两侧半扣做完之后 中间窜入两侧 一上一下从半扣中窜入 窜入的方法极其简单 就这样窜入 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缩短 缩完的绳结技巧 咱们看一下受力 宁舌不开扣 完美安全 牢靠实用的缩绳结就完成了 逃绳结 施工作业 终端逃绳 高空施工 必备的方法 绳子中间采取对折的方法 绳头压住 返回 以单结形成节点 然后调整一下绳环的长短 也就是需要多大的绳套 上方绳环调整多大 然后绳环反至下方 压在双绳上 提动收尾的同时 在半扣上方进行提动 双向绳子受力 拉伸整理 大家可以看一看学一学 形成的节点 在我们使用起来 它是宁舌不开 用途广泛 逃生作业 施工 高空下降 拖车救援 都可以学一学 用一用 非常的方便 看 像 看